最近这两天有两个数据同时公布 小编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就是美国财政部公布的7月份的数据显示 我国政府再度出手减持美债 减了136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 只有8218亿美元 这个数字比峰值下跌了4000亿美元多 大概只有峰值的三分之二了 而且按照这个频率下跌 可能到今年年底 我们手中持有的美债绝对会低于8000亿美元 当然很多人更是激进地说 咱们应当进一步地大量抛掉美债 持有5000亿美债 可以进行一些国际支付就得了 没有必要长时间地持有那么多美债 而另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 美债上限提高到50万亿美元 让世人不禁狠狠震惊了一把 美国这是要干什么 它还有能力还钱吗 美国这种赌不上旧债务就发行新债务 来让自己还口气的方式 总给人一种羊汤止费之感 然而对于这种情况 世界银行的行长却声称中国需要为此负责 这种说法又是个什么逻辑呢 美债及由美国官方发布的政府债券 因为每个国家每个时间段的收支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因此遇到财政赤字或收入盈余的情况下 有些国家就会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起到平衡国内经济的作用 一般都是在世界上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才会发行国债 例如美国 中国 日本等 一个国家发行的国债越多 说明其经济上对外的负债越多 既然如此 美国为什么还要一再提高美债的上限呢 因为美国需要用到钱的地方太多了 在目前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下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需要印刷大量钞票来保证国家的运转 但是如果真的只靠印刷钞票 那么通货膨胀也是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 因此发行国债就成了一种必要的手段 而且自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 为了打压中国 拜登提出了耗资需要3.5万亿的基建计划 这么大笔钱 不可能全靠白花花的钞票支撑 而此时的国债就显得是那么的重要了 再加上美国国内对维护自己高端科技领先地位的执拗 以及拉拢发展国内经济的需求 导致了美国国债上限一涨再涨的状况 毕竟如果不提高国债上限 那么美国早就违约了 德银在9月30日最新发布的 《全球经济风险报告》中认为 美国此次债务上限危机和地区性银行业风暴之后 美国国债是否还会有大量投资者买单 这可能是2024年市场的重大风险之一 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或将进入万亿美元债务赤字 可能无法买单的空心状态 而近期美债无论是在持有总量上 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 还是减持趋势上都正在强调这个逻辑 紧接着被称誉为富有远见的华尔街金融大鳄罗杰斯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就是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 印钞和债务无处不在 美国实际债务总数几乎是美国财政部公开承认金额的7倍 规模接近200万亿 债务问题愈发严重 目前美国的债务问题并不能通过简单的提高上限就可以解决 在该美国亿万富翁看来 美国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已经无可避免 因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债务违约风险 除非美国能真正做到不再纸醉金迷 并停止大举借债 否则美国的债务经济最终将要会付出代价 而美国的债务经济付出代价的时机 则掌握在全球美债的大买家们手中 紧接着 美国金融网站林对冲在9月30日分析称 如果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升级 叠加美国银行业引爆的系统风险蔓延 这无疑会直接削弱美国财政部 维持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美债庞石骗局 以及输出通胀和收割助币税的能力 使得美国财政部失去偿付债务能力的背景下 包括日本和法国等在内的全球央行 将会继续保持加速清算美债的状态 如果不确定性增加 也存在清零美债持仓的可能 很显然 这将会进一步削弱 美元输出通胀风险和收取助币税的能力 最终可能会导致其作为世界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缓慢丧失 而目前美国正在提高举债额度就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国债本身其实是一个很保值的存在 因为自美国国债发行以来 美国政府在还款日期和按月支付利息这件事上 都是极其遵守承诺的 因此美国国债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投资产品 但是当美国将国债上限一提再提的时候 美国国债还会有这种价值吗 只要美元不贬值 美国国债的价值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如今美国一个劲的发行国债 虽然其中部分原因是想与中国较劲 但是如果因为自身经营不善导致美元崩盘贬值 那么虽然作为美国国债第二大持有者的中国会受影响 美自身的经济地位也会难以保全 并且相比中国来说 美国国债更多的是被其国内人民持有着 如果他们想通过国债做点什么 到最后是谁吃亏还真不一定 因此从长远来看 美国之所以自1917年起至今 上百次的调整美国国债上限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自身的建设发展更上一层楼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中国才会放心地长期持有美国国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哪天无下限地使用贸易战进攻我国的可能性 并且除了美国国债之外 中国在黄金 原油 大宗商品等投资项目上的持股也不少 这足以证明中国如今的经济命脉 并不会大幅度地受到美国国债的影响 虽然世界银行的名字里有世界两个字 但是稍微想想就知道 这种立足于资本公开叫板中国的组织 一定在背地里与美国有所勾结 世界银行的行长马尔帕斯之所以称中国该对美国国债负责 是因为在美国看来 中国的经济一直稳定发展 在世界经济贡献中的占比甚至超过了美国 这是美国所不能忍的 所以为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 美国肯定是要给中国找点茶的 比如这次马尔帕斯的发言 其实就是美国借马尔帕斯之口 给中国拉仇恨 让世界看到中国经济在全球衰退中的浪潮中 没有受到大幅度的影响 而美国为此给中国扣上的帽子是 没有积极刺激经济发展 并且马尔帕斯甚至直接表态称中国的这种态度 不仅会给美国带来负担 更不利于美国支持全球经济增长 只能说老美真的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自己快要把自己玩崩盘了 却指望被他一直针对的中国能够拉他一把 美国的态度很明显 如果中国不帮忙想办法缓解美国的财政赤字 那么就使中国不关心世界经济 企图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浪潮中独善其身 可并没有人逼着美国要掏空财政 打压中国 是美方自己一直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对于美国自身来说 想要缓解他们目前已经高达33万亿债务 除了一个劲的逼迫中国拿钱之外 完全可以从财撤他们本国国内 国外非必要的军事基地和研究基地做起 天知道老美在这些唬人的玩意上花了多少钱 美国联邦政府本财政年度将于9月30日结束 据央视新闻报道 维持政府运转的资金即将耗尽 而当前国会两党在预算问题上的缠斗仍现僵局 美国媒体认为联邦政府关门几乎已成定局 现在不仅仅两党之间的分歧不可弥合 就连党内分歧都很严重 共和党内参众两院都有严重分歧 归根结底 政府关门越来越频繁 现在除了政治理念争端外 更要命的是对政府债务未来可持续性的不安 留给美国解决债务问题的时间目前已经不到十年 世界正离危险的边缘越来越近 美国政府关门越来越频繁 实际上是美国财政危机越来越紧迫的表象 美国财政最终变得不可持续 失去信用的那一天 就是美元体系崩塌的那一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